每一年的奧斯卡金像獎都聲光鷂鷂 但今屆尤其是閃閃生暉 因為一位我們公認的電影女俠 榮莫最佳女主角提名 而且她還要是第一位 獲得這項殊榮的亞裔演員 她是大家的皇家師姐,東方三合 她比葉文詠春還早 從拍攝40年一直臥虎藏露 今年她終於化身了最奇異的旅合 勇闖奧斯卡 她是楊子瓊,Michelle 你好,Michelle,你好 你好,Johnny,你好 都知道你這段時間 你應該非常忙碌 都能夠抽時間跟我們聊天 我們非常感謝你 不應該的 我們最重要是鬆傷我們的祝福 你憑著奇異旅合、玩舊宇宙 即是Ethlyn Rang的角色 成為首位的華裔女星 能夠入圍國族奧斯卡 最佳女主角的獎項 恭喜你… 謝謝… 當時公布你入圍奧斯卡 最佳女主角的角族名單時 你是跟誰在哪裡做了甚麼 那段時間我剛才回來巴黎… 有事要做的,忘記了做甚麼 但約定Zoom Call和導演 兩個Daniels 跟我們的創作者Jonathan Wong 當時他應該是在紐約 Key也是在羅省 Jamie Lee Curtis也是在羅省 我們當然很緊張 很有期望 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希望大家可以在虛擇 握著手,握著手 如果開心就一起快樂 如果不開心就一起哭 當然最後也有一個 隔空的《Give me five》 對,結果五到不停 因為我們得到11個獎項 應該是那麼多電影最多的獎項 特別是我得到的獎項 因為不知道的時間真的很恐怖 真的很害怕 因為如果不叫你的名字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只是我一個人失望 有很多人都會很失望我 但我們對你很有信心 因為… 謝謝… 我想你心目中大約估計到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有很多不同的工會、金球獎 都已經獲獎 我想應該有一點把握,對吧 其實真的沒有 好像獲得金球獎 每個人因為有提名 都會覺得很有機會 因為分成了兩個 一個是主題,一邊是劇情 所以大家都有多些機會 但就像BASTA一樣 甚麼機會都沒有 然後到GASTA… 當然是麻煩了…希望 很大期望 但真的到那一刻才知道 真的獲得獎項 真的嚇一跳 那一刻的感受是怎樣的 你說呢 我可以這麼說,我不能夠想像 對 那一刻心不知是否跳 還是跳了出來 真的很開心 而且你看到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稱之為一家人 一家人、家人 大家很支持大家 任何人提名也好 獲得獎也好 你看到那個開心 我們也感受到 因為你們一起上台獎 連見到你們的交流 那種開心 我們作為觀眾也看到 不過我看見你每次上台獎 感受都挺複雜 每次上去都反應 我們看到Michelle有不同的反應 可否跟我們總括一下 在過去這段時間 那些感受有多複雜、多麼雜亂 很亂 簡直是瘋了、瘋狂 第一,我又有舞蹈 我不喜歡上台說話 要上台說話已經是崩裂的頭 叫你的名字時 那一剎下真的好像… 就想不,要上台說話 然後有兩次 我的美國經理人 他已經給我另一張紙 我說你另一張紙給我 是沒用的 因為我拿著那張紙 我的手會震到這樣 我都看不到你寫了甚麼 到你一上去的時間 你真的感覺到他們的愛心 觀眾的愛心 例如SEC是Screen Actors Guild 就是我們自己的演員 投票回演員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最大的榮幸 我看過那篇報道 關於知道Oscar入選 其實也很想感謝過去有很多 亞洲很出色的女演員 其實是否真的 你覺得亞洲演員過去 其實過往未被看得到 對,所以你聽說 現在我們… 不僅僅是我一個人 現在是Aki、我、Hong Chao 全部都是第一次亞洲人給提名 你會覺得 為何之前我們有很好的電影 為何演員永遠沒有提名 很奇怪… 我想只是Minari 他們韓國那部 美國、韓國的移民的家庭 有提名最佳配角 所以我們希望以後 會看到更多我們的樣子 那些明星也好 幕前、幕後也好 會有更多機會 才可以有更多機會提名 譬如韓國這幾年 很多的影片在世界上都很受注目 你怎樣看 譬如亞洲好像台前幕後的勢力 去到荷里活 你會有甚麼抱負或看法 最重要是看我們拍攝電影的方式 如何發展 以前我們香港 真的總是第一次 然後韓國慢慢接觸 現在已經是他們做第一次 我們要努力,我們要爭取 我們要找辦法 如何說出一個好的故事 而且我們也有很多財華 幕前幕後的才華 在東南亞、香港、大陸 所以我們應該奮鬥 應該努力 這是一個探訪 你必須繼續發展 就像Daniels這兩個年輕人的導演 這部電影是他們的第二部電影 他們會令你看到他們 好像找到自己的電影語 因為我們經常說要突破 要原本 但如果你不自己奮鬥的時間 你怎樣原本 所以不要緊在甚麼國家 都要是一個好的故事 我作為一個觀眾 看你剛才的這部電影 我替你多辛苦 那個角色的複雜度就是… 他跳到另一個時空回來 他又多了一個人生 演繹上有很多不同的電影 一直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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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而且最重要是整部電影 你是由頭帶到尾 你覺得拍攝這部電影時 腦袋和身體 會否真的挺辛苦 這個問題 當天我在倫敦拍攝時 跟John Chu 即是《Crazy Rich Asians》的導演 他就問我,正確是你問 哪一天是你最辛苦的 因為我們那部電影拍了38天 我想了很久,我無法回答 因為感覺是… 我們做演員的時間 就是希望那個角色挑戰 如果他可以做到這件事的時間 你會很興奮 你會做得很有滿足感 所以我真的想不到 有哪一天會覺得我要回家 我不玩了,你們真的太過分了 那兩個導演可以令到現場的氣氛 大家的家庭 是大家握著手,大家齊齊來 很有盡力,很有享受 而且我們好像不停地笑 也不知道笑甚麼 但很享受那個過程 所以你說有否辛苦 那38天是過得很快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做演員 一定要準備好 做功課,要做得好 到你的功課做得好 你考試了就… 沒問題 他們的導演、Dee Pee Larkin 他們每個人的功課 自己做得很足夠 所以我們一進去… 今天我們會跳四個複雜 我們已經知道自己在去哪裡 自己要做甚麼 可能每天有三十多個鏡頭 每天都要拍攝 他們能做到 因為他們有準備好 跟當年拍攝港產片給你 可能香港電影是很突發的 可能時間很長 但好像很靈活 你怎樣比較這兩件事 以前香港我們拍攝電影 真的很過癮 像你所說,很突發 因為很多時候沒有正式的劇本 那些變化可以很大 但你就知道這是動作戲 就知道有小打、中打、大打 我們沒甚麼時間控制 不會說12小時就回家 可以拍攝了幾天 幾天都還沒回家 現在開心就沒有這些歌仔唱 我想哭不住 但當時這麼年輕 可以容易點哭到 但回憶時會很開心 因為你會想起很過癮的過程 我也很少想起很辛苦的過程 因為已經過去了 為甚麼要想起辛苦的事 不如想起很開心的記憶 那就會比較開心 有何利活的演員嘗試跟你了解 或者知道香港電影是怎樣的 有些演員也有來香港拍攝 上次我幫袁和平導演 他有Dave Bautista 應該是2018年 我最記得Dave Bautista 他是很出名的美國演員 他走過來跟我聊天 他說我何時知道原導演 是喜歡我做的事 因為他很少說話 我說如果他不再叫你再拍攝 那就好 他就說我好 因為我們在美國拍攝的時間 導演有一點誇張 說很棒,厲害,真的很好 然後在家裡再來一次 我們又說又很棒又很好 為甚麼又再再來一次 你知道我們在香港 大部分的導演 也是利安導演 又是袁和平導演 又是杜其鋒 他們不會說很棒 他們會說好,可以了 就知道嗎?即是可以了 即是你已經很棒了 但他們來到美國拍攝 就會覺得為何沒有人跟我說很棒 沒有人讚賞我 為何沒有人拍攝我 肩膀說我多厲害、多厲害 這次Michelle在 《奇異旅合玩舊宇宙》 飾演黃秀年 到底黃秀年是一個 挺高難度的角色 稍後回來 又Michelle親自為我們解話 楊子晴、Michelle 憑著《奇異旅合玩舊宇宙》 裡面的黃秀年一角 橫掃眾多影展的最佳女主角獎 Michelle在背後 到底付出了多少苦工 才掩抹到黃秀年這個既幽默 又感性的非典型旅合 我又說回這部電影 我也很想知道 第一次你接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會否真的用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去消化這個劇本和角色 可能因為我已經看劇本 看了很多年 所以我們有一個方式去看劇本 你很快會了解這部電影是想說甚麼 大部分時間他們會給你一個 即是一個短解釋是甚麼的電影 你一知道這是電影 又有電影,又有劇本,又有劇本 又有經典,又有恐怖 你已經明白 好,它會有複雜誌跳 你就已經知道自己怎樣看劇本 你已經開始… 好,我的腦子要開始分析 這些東西 但我覺得這個故事最重要 不是因為它那麼容易 它厲害是甚麼 它會用逃走到的繪圖 令你可以回憶很多你想做的事 但沒有做的 你會否後悔做這件事 每次走走一個新的世界 它也可以像是有萊斯文化 接著它也可以做主事 就可以做這些 也可以做這些 它會用很擅長的想法 製作這個平台 我一收到時間,就覺得 太久了,未收到一個劇本 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成為了一個超級英雄 我覺得最難得的就是一個普通人 變成一個超級的人 過程是最難達到的目的 Evelyn Grant這個角色 很不讓子晴,可以這樣說嗎 因為她的經歷和以往的角色很不同 其實我們當演員 是沒理由想演自己的 是不應該演自己的 導演倫寫劇本時 他叫了那個角色叫Michelle Wong 我看劇本時 我看完跟他們見面時 就說第一件事你一定要改 就是那個名字 他們是很不明白,為甚麼 因為我們是為了你寫這個角色 我是以為你可以做了這麼多事情 所以才叫她做Michelle 但我不想那些觀眾 你一看到的時候 每次聽到Michelle的名字 你就會想到楊子晴 那是對那個角色 Evelyn Wong需要有她自己的聲音 她有自己的性格 有自己的性格 你們應該看到她 一個很普通的女人 但這個媽媽 這個人家的太太 這個人家的女兒 是有機會救世 救世這麼多的宇宙 當成為超級英雄 所以我不能取得她的性格 但你說過往總會有一些主題 Michelle她屬於這種類型 我們就找一些很接近 她本身的特質角色 她給了你做 這個Evelyn Wong 會否有很少部分 跟你很接近 很有趣 你看我演這麼多的電影 我希望不是正常的主題 我會有些動作戲 有些是問危戲 而且每一次都會… 像俄虎藏龍那麼重要成功 我們隔了很多年 我想我只拍過四部古裝片 我不會只追拍一類型的電影 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 你也想自己有更多變化 讓觀眾看到你的時間 也不知道你想怎樣 才能達到你的目標 特別是這個Evelyn Wong 當然 因為你看到她是一個 移民的主婦 在美國工作宇宙 而且很失敗 好像一輩子 從出生的父親已經說 對不起,是女兒 當然我不會覺得她跟我有接近 但我覺得很多人對這部電影很相似 就是你爸爸跟女兒的關係 女兒跟媽媽的關係 老公跟老婆的關係 你知道的 對得太多的時間 有很多… 特別是環境不太好的時間 有很多後悔 有很多如果 如果我當時會這樣 今天就不會跟你在一起 如果… 但其實在最後的日子 是廢的 因為現在你如果不珍惜你擁有的時間 那件事就最悲傷 我覺得我們做演員的時間 很多時間都會看我們身邊的人 做研究 我去中國城市 每天坐在那裡看女人 因為這些女人在那裡有很多 特別是如果她們是… 所以你才會有一個中國城市 你會看到這些女人 你經過她們 平時你也不會多望她一眼 所以你就會在這裡… 她們走的方式 她們做事的方式 她們的出發點、她們的思想 這些是我們當演員要做功課 我有個同事 我特地要問你這個問題 她說Yves-Ling Wang這麼多身分當中 她其中特別留意一場 就是你開始煮麵的時候 她說為何Michelle煮麵這麼利落 她是否平時也有煮成廚藝高手 她很懷疑你本身楊子晴 是否有這部分在裡面 就是煮麵厲害,是嗎 是否吃得公仔麵多 她特別留意到你煮麵那一部分 Evelyn Wang這個角色 是我真的要研究 她的髮型,從她穿甚麼衣服 和我和導演、Shirley 和我的化妝師、Michelle 因為我們說她一定有很多白髮 她一定會很疲倦、很疲倦 因為她有這麼多責任 她的責任感很重 所以她經常脾氣很差 有一個老公是開心果,更加激烈 所以我知道她每天要做甚麼 煮飯、煮飯、煮東西給家人吃 那就練習吧 真的拿著碗、鍋子和吃公仔麵 所以無論如何都有一部分 有少許是你 其實沒有,我不會煮東西 我不會煮東西嗎 今天我們揭開這個秘密 我最厲害是找人叫外賣 只會… 有機會Evelyn 也會處理生活上的瑣碎事 不會 我們看到你為這個角色 準備了多少不屬於你生活的東西 我們也有興趣知道 幾天後,其實就是Oscar的日子 Michelle當日會有甚麼形象 穿了甚麼衣服 可以透露一點嗎 不行… 這是要給你驚喜 當然到時會看 對 會跟誰一起去 現在暫時… 阿Jean會跟我去 我有三位契女也會跟我去 有兩個最好的朋友會跟我去 今年當然你要出席Oscar 過往也做過頒獎嘉賓 以往不需要特別出席那一年 Oscar對你來說是一件怎樣的事 做得我們這一行 我知道Oscar是我們最高的榮幸 當然你會很好奇 因為我也是Oscar的參賽者 所以我也要投票 幸好我很喜歡看電影 我會盡量看完全部的電影 幸好他們通常有短片 即是在這麼多電影中 慢慢就會變成… 剩下的… 少許… 最後的10個 又有作品,又有短片 又有攝影 所以有很多功課 但我會很用心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是很重要的 是一個責任 是一個責任 看看那個時間 會在甚麼國家 那個時差是怎樣的樣子 所以希望大家那天會早點起床 看我們走紅地毯 然後支持我們 沒錯,把早餐放在這裡 我們就準備去看吧 對… 在這裡感謝Michelle 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衷心希望在Oscar的時候 整部電影 你們的台前幕後 都會獲得很好的成績 當然我們會繼續期待Michelle 你拍攝更多好的電影 謝謝你… 謝謝…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